6岁自闭症男童扎恩遇害已经超过半年 警方延扣小死者父母13天后 今天以疏忽照顾罪名提控两人 但他们都不认罪 获准个别交保1万令吉保外候审 被告代表律师表示 警方将继续援引谋杀条文调查案件 直到找出真凶为止 6岁自闭症男童扎恩 去年12月5号在住家范围失踪 隔天被发现沉湿河案 警方相隔半年之后 在两个星期前突然逮捕小死者的父母协助调查 昨天还将小死者的母亲带上法庭 在推示面前陈述案情 随着13天扣留期届满 警方今天已疏忽照顾罪名 将两人控上8岛林在野地庭 但两人都不认罪 根据控状 两名29岁被告 去年12月5号中午12点到6号晚上9点55分之间 在白沙罗达麦住家 疏忽照顾6岁男童扎恩 导致他受伤 因而抵触2001年儿童法令 第31之1之A条文 并可在第34条文下同读 如果罪成 可被判监禁最多20年 或罚款最高5万令吉 或两者兼施 由于两人都不认罪 承审法官允许两人 个别以1万令吉保释金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保释期间 被告每个月必须到警局报道 交出护照 也不得骚扰控方证人 案件定在7月26号过堂 被告的代表律师法米 在庭外表示 他的当事人 面对的是疏忽照顾指控 而非虐待导致扎恩 受伤的指控 法米也表示 警方将继续援引刑事法点302 谋杀条文 调查这起命案 直到揪出真凶为止 这名代表律师 也向法官申请禁令 禁止群众对案件 做出任何足以影响审讯的评论 不过法官基于群众 涉及的范围过于广泛 因此只批准禁止 与案件有关的人 包括死者和被告的亲属 证人 检控方 律师和媒体等等 对案件发表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